Lun Sang 根本 現在都市人那麼繁忙 還哪會用時間做脫毛的事呢 有時又說是髮型 有時又說 使用什麼來拔 好煩啊 自己也有這樣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找Skinnet的醫學美容顧問Gretchen 來解答我們這些都市人的問題 早安 Gretchen 早安 請問你好 真是很煩惱的 因為你很忙 還要找時間 因為你知道 進去又要預約 然後進去又說你想找哪種方法 做哪裏 其實有甚麼辦法呢 幸好現在我們醫學美容科學比較發達 所以也有很多新方法去做一些永久脫毛的治療 而這些治療能夠達到永久的效果 所以當你做了這個治療之後 你終身都會受用 即是用Laser去做 用光學的儀器 其實原理是你用光學的儀器刺激你毛囊 讓它停止生長 而新的儀器很能夠選擇性地 它只是刺激毛髮 皮膚上有毛髮的地方 而它是會保存著沒有毛髮 其他的皮膚是不會受到傷害 而只是針對毛髮 令它停止生長 達到永久的效果 那可不可以詳細一點跟我們說一下 因為如果有心理準備的人 會覺得 其實這麼麻煩 不如一次過做了它 整個過程會是怎樣 可不可以詳細一點跟我們說一下 絕對可以的 首先你做之前 其實要先過來做一個皮膚的諮詢 先約見了醫生 看看你的健康狀況 亦是否適合接受這個治療 當做了consultation之後 如果有醫生覺得你是一個好的人選 我們會為你詳細解釋這個治療 幫你皮膚做了清潔 如果你的毛髮未拔除管 我們會替你剃除了它 然後做了清潔之後 就可以開始做這個治療 做治療之前 我們會幫你塗這個notion在上面 然後戴了一個安全眼罩之後 就用這個儀器可以在皮膚上 想你在做的範圍之內 逐一逐一這樣做 當你覆蓋了你想做的範圍之後 療程就完結了 我們清潔和塗防曬就完成了 這個過程也挺長的 做完之後我的皮膚會怎樣 一般來說做完之後的皮膚是沒有異樣的 如果皮膚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有一點紅 或者皮膚會覺得有點癢癢 但一般來說不會有什麼異樣 只不過經常要保持塗防曬 保護皮膚就可以了 你說防曬今天外面 大家都看到了 陰陰天 都看不到太陽 不知道去哪裏 為甚麼選擇 今天來跟我們講這個題目 說真的一句 夏天都完了 我們都不會穿著背心出街 為甚麼這個時候來做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往往想起 想做永久屯母的治療 都可能是夏天才想起 但其實做治療 不是一次就已經完全清除了 你不想要的武法 其實是需要一個療程 一般來說是需要大約六至八次的療程 每隔四至六個星期做一次 即不是一次就完成了 不是的 其實當你做完這個療程 都可能是六個月後的事 譬如你四月五月的時候 開始想做這個治療 其實當你做完療程 其實已經可能入抽入工業 太遲了 對 所以現在相對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去開始做這個治療 而且在做這個治療的過程中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你不可以去曝光 所以夏天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難 你會多些去戶外活動 所以入抽反而陽光少一點 做這個治療更加安全和理想 如果譬如說我現在 我決定去做 我需要做什麼心理準備 和自己 其實一般來說 皮膚是不需要特別有什麼準備的 最重要就是 之前不要去曝光 例如現在入抽 不要去曝光 隨時都可以開始做這個治療 做這個治療之前的四至六個星期 我們會建議你不要去做拔毛 或者拔毛的治療 原因是 我們是想有毛髮的發覺 在你的毛囊上 才能夠吸收到這個熱能 令到毛囊不要再生長 所以不要再去複製 或者拔毛 最重要是這個 整個過程 譬如在做的時候 每一次的過程 需要多久 其實是視乎範圍大小 譬如我們做一些小的範圍 譬如唇毛、液餡 其實是5至15分鐘便做完 如果做一些大範圍 譬如手臂 或是小腿 或是整隻腳 可能會長一點 45分鐘至1個小時 我有一些題外話 男人現在都不能男人脫毛 你不要以為這件事 只是女士的專利 其實男士都有做 很多時候男士 可能會做頸後面的地方 但當時你剪完頭髮 毛毛便很快地生出來 其實不好看 這些地方 其實你做了永久脫毛 就變成不用經常有汗毛出來 或者有些男士 可能覺得自己空前 可能比較黃成 想少一點 亦都可以再做 我覺得對 你說這個話題 不僅是我們女士的專利 因為現場的男職員 每個人都馬上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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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看看有沒有需要去找你 是的 絕對是 亦都可以達到永久性的功效 是多方便的 我自己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痛不痛 我很怕痛 因為如果你平時 有時候會很痛 我們通常拔眉毛 都很痛 痛不痛 我又不會告訴你完全不痛 但是它痛 如果你比起Vaxing 其實它絕對沒有Vaxing 那麼痛 而新一代光學脫毛的儀器 其實它也有一個內置的冷凍系統 換句話說 當我在熱光通過的同時 其實它是一個冷凍的功效 保持皮膚的敏感程度會減低 亦都是因為有這個內置的冷凍功效 令到你灼傷的機會也減少 所以你的感覺其實是很輕微 但是好像一下一下橡筋彈的感覺 不是太痛 可以證實 那是否安全的 其實光學永久脫毛 是一個可以很有效的治療 但它也有一定具存在的風險 很多時候 什麼原因去決定這幾個風險 首先我們就要了解一下儀器 用的儀器 剛才我們有說到 最新一代的光學儀器 其實它是一個內置的冷凍系統 這個是保持皮膚的溫度降低 亦都減少灼傷的機會 所以好的儀器 其實它應該有這個安全系統 第二當然是度數的選擇 太低的度數可能你沒有什麼功效 太高的度數都可能增加了你灼傷的風險 當然我們有醫生的話 亦都能夠幫你的皮膚接受的程度 就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幫你減少一個又安全又有效的度數去幫你做 第三件事其實就是激光師或者美療師的經驗 其實做脫毛 光學脫毛不是一個普通的美容師可以去做的 他亦都需要受一個專業的訓練 他的技術 他的手勢 他的contact 其實都可以去斷定到治療的安全性 所以這一方面 如果你去一些有專業資格的診所做 你會比較安全 你現在說這一點就對了 那有什麼事 我們普通市民去做這個Laser脫毛 永久性脫毛的時候 要注意 有什麼要注意到的呢 首先我們剛才有輕輕提過 最重要不要之前去曝光 其實如果皮膚有些皮膚問題的人士 譬如有些人有濕疹 或者是有些皮膚的症狀 那些也要看醫生 看看皮膚是否能接受這個治療 才開始決定 一些打算懷孕或者已經懷孕的副女 其實就不適合了 那如果你本身有吃藥物的話 某些藥是會令到你的皮膚 對光學的治療比較敏感 所以那些也可能要見醫生去決定 你可不可以開始做 或者是否需要停了藥才開始做 這件事去見醫生去決定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我們這麼快就做完這個訪問了 Gretchen麻煩你 我想脖子變成這樣 脫完毛之後 那就麻煩你了 好 過來找我們吧 明天看看會不會變成這樣 大開眼界二 帶你走遍全多倫多最好玩的地方 兼告訴你 以為這個世界是這麼大 我們一宇大開眼界二 逢禮拜二